这一周先是纳斯达克指数创了新高 首次占上1万点 同时我们的中概股啊 涨跌涨跌疯狂熔断 昨天晚上美股又出现史诗级暴跌啊 但那指数一路狂泻 道琼斯工业指数一晚上大跌6.9% 差这么一丢丢就是第六次熔断了 什么情况啊 那有假人就说了 停停停停停 大家冷静 先告诉我美股为什么涨啊 最近这对面不是比较乱套吗 而且人刚刚爆出四千多万人失业啊 这美股四连熔断 不是三个月前刚刚发生的事情吗 这现在怎么还创新高了呢 小人你先从空调拜机上面下来 首先呢 老美们呢 陆陆续续开始复工了 这疫苗研发呢 也貌似有望成功了 那大家就相信啊 这个疫情可能就很快就过去了吧 同时呢 美联储继续放水 零利率要持续两年 这老美的专家就说了 Everybody 假人们 这是好消息 于是乎呢 这美股就暴涨了 可问题是这是全部原因吗 未必 数据有显示 过去几个月 高喊抄底 最长大举杀入股市的是谁呢 都是老美的老百姓啊 没错 小散 那有假人又问了 不对 你等一下 不是之前说他们手上没什么储蓄吗 这帮小散哪来的钱炒股啊 假人们呢 你忘了吗 疫情期间这老美是给老百姓发钱的 而且呢 有70%的州啊 失业补助金呢 高过当地的平均工资 你想呢 很多人居家隔离 班也上不了了 可不就得拿着救济金去炒股了吗 雷不雷 一个字 绝 那有假人又问了 那昨天晚上暴跌又是几个意思呀 有说是美联储对未来的经济预期很悲观 也有说是市场担忧啊 疫情二次爆发了 不过不敢怎么说 过去两个月 这美股涨得实在太恐怖了 该跌一跌 该冷静冷静了 比起美股大盘呢 更疯狂的 就是在美股上市的很多我们的中概股吧 昨晚 不是涨到熔断 那就是跌到熔断的 先说这两天的第一腰股 房多多吧 这一家在我们这儿搞房地产互联网的公司 上市半年多 股价呢一直很矜持 业绩也不咋地 结果呢 前两天突然开始出风了 蹦也低呀 周二一晚上熔断14次 股价呢一度涨了超过1200% 周三晚上呢又暴涨了46% 触及熔断 最后呢 跳水66% 这两天一共熔断了23次啊 而其他几个中概股呢 也没闲着 两天一共熔断了101次 玩的呀 啊 什么情况 那刚才那位家长又问了 哎 那等一下 那这个房多多这批中概股啊 风涨熔断又是怎么回事呢 哎 会不会是 他们想炒拼多多 软了之后打错字了呢 太失败了 哈哈哈哈 假人呐 你出去继续空调 外地上待着好不好 人家不用中文的好不好啊 那这中概股大涨大跌 确实让人感觉特别迷惑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呢 那原因呢 到目前为止众说纷纭 有认为 说着这是他们呢 自导自演 骗人接盘的 也有说呢 这是很多机构啊 利用中概股前期被做空 股票连续下跌的情况之下 重金买进 在高位抛售套现的 那不管怎么说 假人们呢 你们看一下 这老美散户全民炒股 而且你看 个股莫名其妙的暴涨暴跌 这个场面 是不是很熟悉啊 那有假人又说了 我明白了 天下韭菜是一家呀 哎 那我可不可以尝尝 这个洋韭菜的滋味呢 哈哈哈哈 假人呐 管好你自己 先当心你自己背后的那40米镰刀 好不好 可是人家做不到 真人才行 是女性 记得点赞加 不 Of